第十九集 白木槿被他搂在怀里 也跟着哭起来 只是强烈地挣扎了一下 皱着眉道 武器 我知道你心疼 但锦儿身上有伤 您抱得如此用力 锦儿好痛 白老夫人一听 一把将白木槿拉到自己身后 怒道 你这是安得什么心 明知他有伤在身 还那么用力 你是要他伤伤加伤吗 后母的心 难道都是这样狠毒的 此话一出 连白氏族也跟着陈下连 看着陆氏的眼神 都带着几分责备 陆氏 你太不知轻重了 锦儿是我的女儿 你即便不能视若己出 也该以礼相待 怎么能让人伤她 陆氏心中恨得 几乎要吐血 白木槿这个小贱人 越来越难以掌控 现在竟然逼得白氏族 要与自己翻脸 他怎么能够甘心 自己十年的金银 毁于一旦呢 于是一脸沉痛的表情 苦笑一声 仿佛是伤透了心 一样道 夫君 没想到我们夫妻十年 您对妾身的信赖竟然这样脆弱 都说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疑 我为你生儿育女 侍奉公婆 照顾姐姐的一生儿女 十年来 那有一天不但经节旅 提心吊胆 若不是对夫君一往情深 当年我何苦嫁入国公府 做你的祭祀 人心都是肉长的 锦儿那年也不过四岁 生病发烧 我一天一夜 不曾合眼地照顾她 成儿调皮 受点小伤务也如临大敌 还不是生怕别人 受我磕带袁夫人的子女 更何况他们是姐姐的孩子 与我也是血脉相连 我如何能害他们 夫君 你让林香好寒心 好寒心啊 陆氏跪坐在地上 无声地流泪 仿佛受了莫大委屈 哭得人的心都跟着碎了 白氏祖的心更是纠痛起来 他再也顾不得众人的围观 三步并坐两步上前去 将陆宁香扶起来 自责道 宁香 我 对不住啊 对不住啊 我不该怀疑你 陆氏笑得更加苦涩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摇着头 夫君 上一次你怀疑我交唆春儿 回锦儿的名声 这一次又怀疑我 唆使下人欺辱锦儿 其实实在不知 婚后您是否会一次次 将妾身的真心 践踏在脚底 妾真的好累好累 不如夫君就赐我一纸修书 或者将我打发去庙里 做个姑子吧 日日吃瞻念符 也好为白家 为夫君和老夫人祈福 让福祖保佑你们 长寿安乐 白氏族一听这话 心都慌了 此时也不知 白高轩从哪里窜出来 哭着抱住陆氏的腰 求道 母亲 你为何要去做姑子 你不要轩儿了吗 那轩儿就没有娘亲了 轩儿不要啊 陆氏看着轩儿 立眼汪汪的眼睛 推开白氏族 一把抱住自己的儿子 痛哭道 轩儿 我的好轩儿 娘亲对不住你和你姐姐 叫来你的父亲 一定还会跟你们找一个好母亲的 不要啊 轩儿 只要你要不要别人 白高轩 老夫人 奴婷 奴婷拦不住二少爷 他刚刚下学 见到这边围着许多人 就自个儿跑过来了 那还不带他 那还不带他回去 说是有个好歹 你们这些伺候的人可都没好果子吃 白老夫人立声警告 如今让白高轩一闹 陆时又嚣张起来 白高轩哪里肯让人碰他 一个劲儿地抱着白氏族的腿不放 苦恼不休地哀求白氏族 白氏族被他哭得一颗心都乱成了麻 呵斥道 好了 不许再闹了 我什么时候 笑让你母亲去做姑子了 轩儿 你听错了 你母亲会好好的带在家中 可是 可是 娘亲为何哭得这么难过 轩儿 舍不得娘亲哭 求父亲不要把娘亲 他都生病了 白高轩可怜兮兮道 天真的脸上全是祈求 白氏族心疼地将白高轩拉起来 又拉起陆时 一并搂在壁弯中 柔身宽慰 白木槿在心中冷笑着 陆是真有意思 竟然连白高轩这颗棋子都用上了 就为了逃避接下来的处罚 未免也小题大做了 他本就没有想过靠这点事就扳倒他 白高轩用一次两次还好 用多了 可就不灵了 他过去拉了拉白老夫人的衣袖 瘦瘦的眼神里 还残留着心心点点的眼泪 眼圈依旧红红的 说话的声音也带着浓重的鼻音 轻声道 祖母 轩哥儿看起来着实可怜 母子连心 宁若不饶过母亲 不仅父亲要难过 怕是轩儿心里也会对祖母有芥笛了 白老夫人轻轻地吸了一口凉气 仿佛竭力克制住生疼的怒火 孙嬷嬷也赶紧地轻抚了一下老夫人的背 老夫人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到底夫人也为白家生了一双儿女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何苦因此让公爷和小少爷心生见习呢 那边三个人只顾着彼此安慰 又哭又笑的 别人都成了背景 哪里听得到白木槿和孙嬷嬷的话 白老夫人憋了一肚子怨气 却还要硬生生生下来 那脸色难看得上一众吓人都恨不得自己能够隐身 一不小心开罪了老夫人 恐怕这股子气都一股脑地撒在他们头上了 白木槿则在一边柔声地安抚白老夫人 一边在心中窃喜 这下陆氏是将白老夫人得罪狠了 往后再想获得老人家的心可就难了 两舅白氏族一脸为难地看着白老夫人 母亲 这 罢了罢了 既然锦儿和轩儿都帮着求情 我若真个要罚她 恐怕就成了大鹤鹑了 我老了 管不了许多了 氏族啊 你好自为之吧 白老夫人看着白氏族的眼里 有着深深的失望 拉着白木槿和孙嬷嬷转身离去 她恒心如枯养大的儿子 竟一次次为虞她的心意 偏帮着妻子 为人母的心酸 恐怕没有经历过的 是不会理解的 白氏族看着自己母亲和女儿 落寞离开的背影 心头莫名地有一些空荡荡的 她不是傻 也知道这件事情 陆氏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 可是 她到底是舍不得陆氏 想着 她当年 大着肚子嫁给她 承受了多大的风险和委屈 又经历了多大的痛苦 帮她伸下一对龙凤胎 她就难以割舍这一份情意 因为白木槿和白木尘出生的时候 她都因忙于公务 未曾在府中 反而是陆氏生产之时 她才出出体会了 等待妻子生产的那种煎熬 又充满期待的复杂心情 这是她格外联系陆氏和龙凤胎的最大原因 陆氏见白老夫人和白木槿都离开了 剩余的下人也失去得各自散了 陆氏安慰了一番白高宣 就让徐嬷嬷带着她离开了 又将白氏祖请到屋子里 两个人说起了知心话 陆氏心中暗暗得意 白木槿和那老婆子竟然想让自己吃鞭 只可惜到底是她奇高一招 不仅毫发无损 还获得白氏祖加倍的联系 只要自己牢牢掌握住白氏祖的心 那么在宁国公府就没有人能够动她 即便是那个自命不凡的老太太 也一样要败在自己手上 宁香 今日母亲趁生了气 你身子好了之后 可得小心伺候着 多哄哄她 别让回复难做 白氏祖咒眉道 她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这个法子了 陆氏乖巧地扶在白氏祖怀中 手声道 妾身晓得 妾身对老夫人 一向尽心尽力 从不敢有丝毫怠慢 想来因为夫君对妾身的特别联系 老夫人才对妾身颇有微词 妾一定更加尽心服侍她 只怕老夫人 有一天能明白妾身的一片孝心 白氏祖这才欣慰地笑了 我就知道你最懂事 绝不会让回难 夫君是妾身的天 我一心只为你 只要你高兴 且是受再多委屈 也甘之如頤 陆宁香说得情真意切 脸上还微微地泛红 白氏祖看了 越发联系她 被她这副娇俏动人的姿态 弄得心中微热 只碍于陆氏身子不爽力 着实有一些难挨 陆氏见她情动 脸更加红了 水盈盈的眼里 越发地波光炼焰起来 凑到白氏祖的耳边 娇声喊了一句 父君 白氏祖哪里受得了 她这番讨好 抱着她就往内室走去 一番酣畅地翻云覆云 听得还在外面 伺候的银秋 脸红心跳 不时地偷眼看向内室 暖冬突然从背后 拍了她一下 将银秋吓了一跳 称怪道 你这死丫头 闹什么呢 暖冬怯笑着说道 不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 我看你偷看夫人的卧房 是不是惦记着公言呢 你这小蹄子 浑说什么 当心我撕了你的嘴 阴秋休脑地赤道 只是那脸上的红韵更深了 暖冬见她这样子 就打趣道 哎呀 好姐姐 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咱们公爷年纪轻轻 一表人才 又温柔和善 府中也不知多少丫头惦记着呢 那雪姨娘 不也是婢女出身吗 姐姐长得如此美吗 有想法是应该的 只是啊 夫人的脾气你知道 我劝你啊 趁早吸了那份心思 阴秋自然知道 就是因为夫人的原因 她才偷偷收起自己的情愫 不敢轻易地显露 她逆了暖冬一眼 不许你胡说 若是被夫人知道了 就算我没那份心思 也没好果子吃 暖冬拍了拍她的手 哎 傻姐姐 我怎么会出卖你 咱们自小就一块长大的 你若遭夫人嫌弃 我能有什么好处哦 你知道就好 咱们呢 就是做丫头的命 哪能痴情妄想呢 阴秋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颇有一些哀怨的味道 暖冬低垂着眼 也跟着探道 啊 说得也是啊 话说白木槿 一路跟着气呼呼的老夫人 回了唐离院 一进屋子 老太太就砸了桌子上的茶盏 怒斥道 真真要气死我 那陆氏严厉 哪有我这婆婆 分明是要让我 遭到儿孙的厌弃 祖母 您千万歇歇火 别气坏了身子 不值当的 多怪锦儿 锦儿去不仅没有能够 完成祖母的交代 反而还让祖母 也跟着生了嫌弃 白木槿自责道 白老夫人拍了拍 白木槿的脑袋 不关你的事 你受了大委屈 祖母心里都清楚 那陆氏的心机 绝不是你能对付她 往后 你且避止她一些 别再吃了亏了 有什么呀 就来告诉我 是 祖母 锦儿省得 白木槿乖巧地回道 眼中弹露出真挚的感激 白老夫人又是沉沉一叹 万般无奈地道 你的父亲啊 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总是偏帮着陆氏 把我这做母亲的 反而丢在一边了 才纵得陆氏 越发地胆达妄为 白木槿低头不语 这事儿 她总不好评论 孙嬷嬷却是个心如明镜的 联盟揭话安慰老夫人 让老夫人 不要和她争一时支起 且纵着她 但看陆氏 能够轻狂到几时 白老夫人听了孙嬷嬷的话 心头这才舒缓了下来 孙嬷嬷说得对 我还真是被她 气晕了头了 白木槿暗笑 看来老夫人身边的 孙嬷嬷 的确是个得力干将 许多老太太 自己都看不穿的事情 她都能够了然于胸 往后自己行事 恐怕得更加小心了 说被这老妈子看穿了 可就不好了 白老夫人又拉着 白木槿的手臂看了看 对孙嬷嬷道 你去取一些 活血化瘀的药 给锦儿带回去擦 这可怜剑的药 白木槿遮掩了 自己的伤痕 仿佛不在意的样子道 多谢祖母关心 锦儿不疼了 身上的伤总会好的 你是个懂事的 罢了 你今日也累了一天了 早些回去上药休息吧 白老夫人放开她 又赐了她一些 女儿家喜欢的饰品 算是补充 才让她离开了 一回到自己屋子 鸳鸯就打发了 院子的婆子和丫头 去烧水 自己都来不及 十多身上的凌乱 就赶紧检查起 白木槿的伤来 小姐 你瞧瞧你这手臂 都没一块好的了 奴婢真该死 没好好护着你 怎么叫她们伤成了这样 鸳鸯此时看着 才敢落下泪来 心疼得不行 白木槿笑笑 魂不在意地道 你放心吧 这不过是一些皮肉伤 看着吓人而已 若不受一点伤 那个婆子 怎么能够丧命呢 又怎么能够让祖母 真的对陆氏动怒呢 都是值得的 哎 锐嬷嬷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主子 老奴知道你的心思 可没必要对自己 下这样的狠手 你早些与我说 老奴有的是法子 让你一身是伤 白木槿惊讶地看着 锐嬷嬷 忽而又十分地懊恼的 锐嬷嬷 你不早些说 害我在那里掐自己 不过当时也是 容不得我做手脚 祖母身边的孙嬷嬷 可不好糊弄 那个老嬷嬷 水嬷嬷依然笑嘻嘻的 可是眼里却有着 淡淡的自傲 白木槿见她这样 也问道 木飞嬷嬷 你有高明手段 连精通义里的孙嬷嬷 也能瞒过去吗 老奴不敢自夸 但是宫里 暗地里的手段 怕是寻常人想也想不到的 后宫的斗争 比起任何一家宅门大院 都残酷百倍啊 若没有通天的本事 如何敢削想通天的位子 水嬷嬷第一次 在白木槿面前显示出 一个宫斗老手的犀利眼神 然后见她突然从袖口中 掏出一枚 看起来极其普通的玉戒子 然后又倒了一杯水 笑咪咪道 小姐 这杯茶 您看看可有不妥 白木槿有一些疑惑 接过茶杯 仔细看了看 又闻了闻 刚想尝一口 就被瑞嬷嬷拦下来 切不可喝 这里面已经被老奴下了毒 无色无味 即便喝进口中 也和其他茶水没甚区别 但只需一夜 就会使得毛发渐渐脱落 半个月过后 便寸草不生 对于女子来说 那可是再没有机会 拥有动人的容貌了 鸳鸯和喜鹊 大惊失色 赶紧拍掉了这杯可怕的茶水 都震惊地看着瑞嬷嬷 喜鹊是个沉不住气的 虽然对嬷嬷存有敬意 但还是忍不住道 嬷嬷 这害人的东西 您怎么能交给小姐呢 白木槿白白手 制止了喜鹊 反而好奇地问 可是这枚玉戒有问题 可是您刚刚倒茶的时候 我并未看到您的玉戒指 碰到水啊 大小姐果然聪慧 的确是这枚戒指 看起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玉 其实却是用药汁 浸泡过三个月的玩意儿 而且一次用过之后 药便散尽了 现在这便真是一个普通的玉戒 任何人也查不出来 它是罪魁祸首 而我的手法也很简单 并未在倒茶的时候下毒 而是在给你递茶的时候 轻轻沾了水 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自然没发现 水嬷嬷笑嘻嘻地解释 也没有为喜鹊刚刚的质问而生起 有些东西确实是用来害人的 但若不会这些害人手段 又如何保证自己不被害呢 能让我保证自己不为了疑人的 因为等于恋不可 解释自己不被害呢 简单还是优优负